看一下张胜书老师 什么样此微命格的女人 会越活越美丽 来 我们从命宫的角度来看一下 第一个 命宫有破君心的女生 两位都没有 破君这一颗心 是很认真的一颗心 都说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对不对 其实这句话不太对 不太对 为什么 认真 往往不容易亲近 太操劳 第一个操劳 第二个他对别人要求也很严厉 对 所以你跟他亲近的时候 你就他太认真了 每件事都对我那么认真 有压力了 所以所谓的越活越美丽 就是当成熟的破君 应该要知道的是什么 我对自己可以严厉 可是我对别人应该要宽容 因此认真但不严厉的女人 是不是就越来越美丽 对 否则你就会变成孤独 对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破君在以前会称为 孤客之星的原因也在这里 当你知道了刚提到的 认真但不严厉 好 人员变好了 是不是人家就会觉得你越来越棒 对 再来第二个是天府这一颗星 天府这一颗星啊 我们现在讲女生了 女生 但我们从男生角度来看 天府为什么称为福星 福是什么意思 想福嘛 有福可以想的时候那就是什么 比较懒散嘛 没什么大致随语而安 我人生就是放给主言 但是我们如果从女生的角度来看 其实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嘛 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所以当你今天随语而安 懒散 那你怎么样去美丽呢 因此所谓的成熟的天府 应该要懂的就是 我随性 但我不随便 我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自己变得更好 而天府就容易变成一位优雅的女人 散发出那种女人的味道出来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 随性但不随便 所以每一个人的性格 在命盘里面 我们往往容易流于到不好的那一面 那就越来越糟了 可是我们知道 如何让自己刚刚讲调整 这就是所谓的成熟而美丽了 再来第一个是太阳星 你看我们两位妹 都有太阳 可是太阳的成熟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代表自信 因为年轻的太阳 比较在乎别人的观点 在乎别人的评价 所以会比较拘束 有点惊 但是刚刚成熟 你看越活是不是就越放得开 放得开其实就代表自信的由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太阳 天府破均这三个女生 你看刚刚讲的 越活越游 女人味 为什么 就知道怎么调整自己 让别人会觉得你更受欢迎 所以美丽 其实是要让人欣赏的 对不对 好 祝福各位 两位姐姐 虽然是姐姐 但是还看不出姐姐 才是厉害 来来 现在来聊一下保养 问一下宇文 说你的动灵保养秘诀是什么 保养品是表面嘛 是内在比较重要 我也不要讲什么假掰的啊 看书啊 什么看影片啊 看书 大家觉得我在唬烂 虽然我真的有在看书 我跟你讲一个很有效的方式 什么 跟年轻人做朋友 哦 真的 但是你没办法啊 你连收都收不了了 什么意思 收 我给你一个收字 你都不行了 我告诉你 所以你不要找那种年轻人 哦 你要找懂事的 那个年轻人是 我的年轻人是有一个条件的 我都跟 比我小一个世代 像我现在其实已经满46了 所以我会跟三十几岁的做朋友 三十几岁呢会有点礼貌 可是同时又具备了一些年轻人的特资 那打收跟呃的那个是 再下一个 二十几岁的 你就不要跟二十几岁 因为你跟二十几岁 你完全无交集 你们市场定位也不同 所以你就找三十五岁左右的做朋友 像小悠 罗莉塔 拉拉 这些啊 什么张立东啊 你现在还能跟他们做朋友吗 我跟他们好的要命 我生日都是他们在帮我办的 人家活动都是晚上 你晚上还能出去吗 我晚上是可以出去的 因为我女儿大了 而且女儿也不是每天都在我家 她有时候会在爸爸家 我现在不行 太阳一下身就很想我回家 他们没有在喝酒的 因为他们也老了 你不要以为 你看你现在听我们是四十五六岁 他们大的都三十七八岁的 所以其实他们也老了 我们落差没有那么大 然后他们都是刚结婚 或刚生小孩 或是想结婚的时候 所以他们其实可以寻求你的感情意见 跟你的人生经验 然后我们可以去吸取他年轻的能量 就是但又不会太年轻 年轻到只给你打一个收没礼貌 他们就尊重我们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论保养 或是吸取一些薪知 要找年轻人 像我啊 现在都不会跟什么潘老师啊 詹老师啊 玉琳哥我都不联络了 这无畏社交 我你没有跟海产联络 我也不要跟什么 什么詹老师联络 真的 你懂吗 我懂 就是你真的就是要从那个年轻人身上 得到那些 吸取日月精华 对 对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长保年轻 一个很有效的方式 那如果你真的没有像我们工作一样 接触到那么多年轻人 我建议你可以 我 你不要觉得很蠢哦 你可以从那个星巴克的店员开始聊天 他们也很爱聊的 就是你可以从便利商店 或是咖啡店的店员开始聊 那我会 你会对不对 其实可以 去超市啊逛啊 然后也会去菜市场逛都会聊 可是你不能找那些菜市场的妈妈 你就是要找比你年轻的菜饭 对啦 通常是便利商店的会比较年轻一点 便利商店的可以 你怎么那么有时间啊 我就爱 对啊 你便利商店 你不是之前要被拍到去买菜还是什么的 我去西班我都不好意思 有时候不好意思 你帮我按这个好不好 原来 你怎么会 要帮我按 要按什么按什么 都要他们帮忙按啊 对 我觉得跟年轻人做朋友会有很大的好处 尤其经营网路跟社群这一块 对 但是其实啊 你说变姐之后 只有变老的坏处嘛 也不见得 我觉得好多女生 不见得 小女生的时候可能还载浮载成 没什么每天浑浑饿不知道 变姐了之后反而好了 有的结婚生完小孩之后 变妈了 反而整个人很稳重的感觉 所以宇文 你变姐之后觉得比较吃香啊 我觉得熟女有熟女的好处 因为现在第一个女权 我最近看新闻 宇文姐是很撒得开了 真的啊 刚刚我告诉你 这都不是我自己讲的 我只是顺着她们的话 我告诉你 就举例来讲 以前我觉得女生真的是要比较害羞 可是现在因为这几年女权也很高涨嘛 现在流行就是平等嘛 我自己也这样想 其实 我不希望我的女儿以后长大 她失恋了 是躲起来在家里哭的 失恋 我一定会鼓励她望到那个男人啊 再出去交心啊 我们是不是要安慰自己小孩 那你为什么自己要躲在家里哭 对不对 如果你自己不希望的话 你就要先做出来嘛 我就觉得我灰单之后 我希望我的人生是很多 多采多姿的 但我是没有真的喜欢白云哥 所以拜托 我虽然想要多采多姿 但是我真的不懂 我只是随口讲了一句 我喜欢肉感男 然后比如像白云哥的身材 因为我真的当下就想到白云 我现在看到堵林哥 那我要讲你 我以后还是讲你 有 我没有白云 这样你有比较开心吗 因为白云身体比较好 你去参考一下情定肥海岸 对不对 是首女喜欢的 比如我刚才说你其实很多 她现在在跟我演舞台剧 我也可以帮她转达 她是 她有 她很开心 她已经转达 她已经 我刚才我截图给她看 她好开心 她就说哇 语文妹妹 你真的欣赏我 我就说对 我说从欣赏 已经变成性幻想对象是白云了 我就是特别喜欢有肚子的男生 那因为她来上过我的YouTube 然后我跟她算是有私交 所以我就当时人家问我 我就说我觉得白云哥不错啊 而且其实我是很喜欢幽默的男生 他真的私底下 比电视上还要幽默还会讲 我就很喜欢那种一张嘴很会讲的 你心情不好就是讲到好啊 对不对 那我就讲了这个以后 我跟你讲 人家的粉丝专业 像汤老师这么帅 都是收到那个女生啊 可能说穿很漂亮 内衣罩什么的 然后很多 宇安可能收到大雕罩 对不对 大雕罩 不是很多人的 你看这是宇文姐 现在扎开了 我的扎开了 手女尺度大开 画素都很宽 你知道我每天收到什么大肚照 就好多男生传她的肚子照片 只有focus 因为你喜欢啊 他们说我的肚子也很大 我也跟白云哥一样幽默 宇文 就是宇文 美美赶快来找我 她还不是叫我姐 但我收到很多这种 肚子的照片 跟表达好感 就我也觉得随着社会越来越开放 大家对熟女或姐姐 其实是加分的 因为以前大家会觉得中年妇女 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我觉得现在他们会 比较推崇 就是女人要活出自己的生命 以前都要讲说男大女小 可是现在时代不一样 两位姐姐有没有发现 是不是有年轻小男生会 他不在乎的 他就是他愿意跟姐姐表达 他的感觉 很多现在喜欢姐姐的很多 还有阿姨我不想努力的也很多 现在来跟你讲 阿姨我不想努力 贪图我的肉体可以 贪图我的钱没有 我这是学秀惠节的 没有 没有这回事 没有贪图钱的 这种阿姨这种 大概是想少奋斗三十年这种的 那我还没有那么有钱 就是不行 好 再见 这种东西 请不吝点赞 电磅